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赶快转台吧 可以 现在赶快转台 听完我对他的表扬再转台 这个央视最近播了个纪录片 叫舌尖上的中国火了 好乍活就是说你知道 不说别的 说淘宝网上 比如说有一种火腿 云南的一种火腿 这个一个月一下子成交 比如说45件交易 有44件是在这个纪录片播出之后 卖出去 这些家里的吃货们 一边看一边就上网订 订这种各种各样的吃食 我也看了舌尖上的中国 我觉得说我是昨晚才网上赶快看一下 是拍的不是 我拍的很强 不是 你刚说那个买上马上 不玩这个节目 他的东西就卖的好 不仅是电视的效果 我写文章也是 我最近跟文道在香港一份报纸 写专栏对不对 轮楼写 当我谈中国的未来 特区的前途的时候 没有半个读者来信 当我有一天写了 我突然想吃一个包仔饭 广东的包仔饭 然后我吃过哪里的好 哪里的不好 马上第二天365份 没错 电子邮件来问 这个人的基本 这是舌尖上的中国 比如说我常常去马来西亚新加坡 那么我常在那边也写东西 或什么报纸专栏 也去那边做节目 有时候我谈到一些政治 马来西亚的未来 什么这些 一样不理你 但是一说到 这趟来没有吃到很好的肉骨茶 在电台里面 听众电话就来了 你搞错了 什么地方才好吃 然后他们彼此吵架 华人无论走到哪里 你就跟他讲吃就对 我跟你说 这帮吃货 你就说吧 就是说晚上看 你知道我前几天 我也追着看了好几集 我前天晚上看 晚上看呢 就饿了 你看有网友就说 说这个高清 在央视还有那个高清频道 它是高清摄影机 要人命 说是口水都流一地了 说绝对是深夜 报复社会的利器 都快饿哭了 然后呢 有南京的观众说 馋的啊 就想去舔屏幕 有一个网友说 看到一半 实在忍不住 打开煤气灶 把家里冰箱里 唯一的一条鱼给见 我也有这感觉 我说人的欲望 我看前三集吧 是晚上看 我就也节食了 所以 我觉得真好 这是凶行啊 拍的真好 但完了 今天我看第四集 还是第五集啊 我是今天吃完中午饭 开始看 我突然看没什么意思 撑了 对一吃饱了 你发现啊 这个片子就 当然咱不跟这么说啊 但以我的标准比较客观 为什么 因为我是常常吃完饭 我还能继续看影视节目的人 因为我要写这些东西 我常看那些影视节目什么 我就算饱了 我看啊 像昨天晚上这么看 我觉得它还是很好看 很好看 其实因为从专业角度来讲 我甚至觉得就是 我所见过的华人拍的 这种讲美食 讲食物的节目之中 最认真的 嘉辉你可能没看 他这个我觉得 关键有一点 就是他这个总编导 好像叫陈小青 好像姓陈的啊 对 这个这个 他说的一个 他说 他是带着对这个食物的这个敬意 他就是个大食家 和和感恩 是吧 去拍这个东西 而且呢 他拍的是老百姓的食材 比如说是金华火腿啊 比如说是什么什么这个云南的 或者说是灰菜里边的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臭鲑鱼啊 是吧 他都拍这么 或者是豆腐 中国人各个地方的人 包括像蒙古族的蒙古族的怎么做这个奶豆腐 甚至你说包仔饭 就香港的辣味 辣肠 包仔饭 他拍这个过程 特别是他还弄的吧 跟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团聚啊 亲情啊 这种生活方式 哎 结合起来 那我是有上网看 因为他的内容好看 那是一定的 因为中国太大了 中国中国大国大国 大陆嘛 那那个一定有拍不完的吃的故事 比如说什么蒙古西藏啊 光是广东 又拍的故事太多了 我上网看了一下 我觉得他的灯光 整个镜头弄得很好 那我想到我们比方说认识一些朋友啊 他说他去欧洲留学 学什么啊 学拍照 学什么拍照啊 他学习物卸影 他花了四年时间 他拿了学位 他的主科就是只拍食物 每天啊 他说每天要拍一盆菜 一块起司 这个 所以这是有的专业的部分 我说干嘛 干嘛 为什么食物要特别不一样的拍法 他说不一样 打灯 他说比方说食物本身是白色的话 它的灯光要怎么打 红色怎么配 所以我觉得那个节目 我在网上这样看 我觉得 对啊 不饿也变饿 对 而且呢 你要知道现在拍食物啊 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就前几年我们还谈过嘛 说那时候美国本来有个电视频道 破天荒的 叫做food network 就是食物频道 就从24小时就不停播 讲吃的喝的 后来这个节目 这个频道火到什么程度 他要开第二台 就两个台 24小时 啪啪啪不停播 那很 全世界观众现在都爱看这类节目 天天就守电视 哎呦 就流口水 所以现在很多人形容这是什么 这叫食物行评 对 就食物色情片 对 我就想说这个 就说食色二欲嘛 嗯 这就相当于是食欲的AV频道 对 没错 那你就比如说看AV 看到那些登影老师们 这么看 对对对 不行 然后有个男的就想自个姐姐 消发了 对吧 是啊 那看食物这个色情片 看着看着不行了 就泡个抗师傅 是吧 把家里那条鱼 就一样道理 这些情片不会永远是这个集体淫乱吧 嗯 你看食物频道一定是集体淫乱 他更荒淫 对 他更荒淫 一定是一群人 对 然后一座 没错没错 那是荒淫无度 而且地区很像嘛 嗯 把筷子把刀叉伸进你舌头里面 有多深的有多深就深多深 嗯 我觉得那个比喻 所以刚才这个嘉辉完全不了解情况 他一听我说今天聊舌尖上的中国 他说啊要谈色情吗 哈哈哈哈 这个 当然我跟你说 斜的 不光他一个 你呀 也有那个网友损的 说是什么 说是纪录片吗 舌尖上的中国 说舌尖上的中国是宣传片吧 地沟里的中国才是纪录片 哈哈哈哈 所以你也可以看看有人画这个漫画 这个调侃 说是中国人舌尖上的这个这个什么呢 呃 元素周期表 对 现在有个说法嘛 说这个周期表不吃一圈 帅不上中国 没错 没错 你知道最近呃 有这个反华风波吗 嗯 西班牙有一个人 当然这个在欧洲很多 就骂中国人 那么有些人说呢 验在现在西欧的那个欧债危机 他们把这个气啊 就撒在这个华人身上 哎 然后他就是骂 就说这个文章的题目啊 就说中国是猪啊 就说中国猪啊 但这个也不新鲜 他就说啊 说这个中国就是会造假 说是你们这个皮鞋 眼镜 手带 什么都能造假 说你们真想跟我们欧洲学啊 你把我们的道德也能够学过去 猜算 但我跟你讲 等等 这个东西啊 将来是我们称霸全球的关键 你没有昨天出了个新闻啊 昨天美国国会做了一个调查 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震惊全美国 所以原来美国的国防工业 他们的非常先进的战斗机啊 航空母舰潜水体 里面不是很多零件吗 对 那大量电子零件是跟 原来是跟中国买的 现在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伪茂略产品 他说下来会瘫痪他们国家的战斗力 我们跟美军拿什么的啊 就拿这个就把你搞定 我们这就算 进入敌人心脏了 真的是 你这飞机起来吧 就掉下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这下来就把你搞定了 那么这件事 我去找你 也紧不久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奥巴马称他为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家之一 美国大选年正当总统候选人又捧出抨击中国的家常便饭 他说 专访阿斯坦古尔斯比 后攻防风云绿化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你看这边也有人微博上就他引发很多话题 说这个有两个舌尖上的中国 一个舌尖上的中国充满阳光与感动 是由淳朴温情唯美感动 诱人人文情怀 奶奶的眼泪 妈妈的手 故乡的回忆写成的 而另一个舌尖上的中国充满晦暗与肮脏 是由添加剂 致癌物 地沟油 增白粉 瘦手精 农药残留 荧光粉 反噬脂肪酸 血旧的 我应该爱哪个中国 其实这个节目很简单 解决方法 像那些什么《非诚勿扰》这种节目 不是都找一个心理学家坐在那边吗 讲完一堆男女的事情之后 有个人就说 你们要怎么回护 回护纯粮的关系 心理的健康 像一样 我们到学后找个医生在这种节目最后 讲完一堆中国的美食传统艺术 最后找个医生出来解说 各位观众请注意 假如你吃完这个什么肚子痛发烧什么什么 你应该赶快吃什么什么药 把它来解说一下 那就完备了 我觉得很怪的地方是 我向来心里面本来就觉得 中国人在吃这个东西上面是很矛盾的 你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舌尖上 中国一个充满地沟油 一个充满这个阳光与空气跟大自然 其实是并行不备的 我们从来都是这样 我举个很简单例子 我们老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吃 最会吃 吃的最好的民族 我也觉得到现在 我原来觉得中国菜是世界上最复杂 最好吃的菜 我自己觉得 但是很奇怪 你比如说你走出国门 比如说你们家会在美国生活那么久 你到欧美那些地方 他们老很多老美老外 听说中国菜很有名 老说中国菜是跟法国菜 土耳其菜 并称三大菜系 但是他们日常生活中 真想要吃一顿好的 真想要浪漫一下怎么样 不会想到中国菜馆 为什么 因为中国菜馆给你的东西 永远都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最便宜 最贱 而且做的不好 很粗糙 他怎么样做不好呢 你比如说我在北美洲或欧洲 那些中国餐馆你就看到嘛 就人家比如说日本菜来了 流行吃寿司啊什么 那中国餐馆赶快也学一学 也能弄寿司 人家流行韩国烤肉 他也赶快弄一弄 弄了什么的四不像 但他能赢你 就是我价格比你还低 就中国人走到外面开餐馆之后 你就看到那个问题 他一直在逗的不是越做越好 而是逗的怎么越做越便宜 你做的越便宜就要将货就价 那个东西就越做越糟 其实反过来你看我们国内 我们很多的小吃摊面馆 福建沙县小吃 火了之后 就全国一片沙县小吃 一条街上来十个 十个都在比便宜 东西越做越糟越做越烂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能不出地宫油吗 你你你你 我还吃那些东西 我都在想你这个油价 我我给这个价钱 应该连那个 你用了那么多的油都给不起 那你这油哪来的呢 它能不是地宫油 能不我有问题吗 那可是同样的逻辑 你的消费者也有责任吗 因为假如你看到 它越做越便宜 你就猜到它那个成本 压低成本 它一定都有一些腐烂的肉 不好的肉什么 你就拒绝那个东西 没错 现在中国的消费者是说 我也不管 它便宜就好了 当然贵也好多人去吃 可是便宜 我还是光顾它 还是去买 假如你有那个问题 就是我说是全中国的问题 就我们很奇怪 我们一方面说 我们很计较美食 喜欢吃好吃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其实一直有个趋向 是要把好吃的东西消灭掉 或者大家一起集体趋向 做些不好的事 比如再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开饭馆的 比如说我们老在北京 很多香港朋友说上北京 闻到你老在北京 你能介绍什么好馆子吗 坦白说 我能介绍的就只能有几家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 为什么令人失望 就弄不太清楚 就是它有的时候 北京一个馆子 说好吃对吧 你就吃吧 过几个月以后 它就不行了 突然不好吃了 非常奇怪 我觉得上海能好一点 上海还不错 就基本上一个小馆子 还都能接受 但是你说上海那个是特例 我觉得反过来 北京的情况 是全国常见的情况 这个情况是什么 这个馆子它要做火了 它通常会有几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老板就是要做大 本来我这小馆子 每天晚上只能招呼100个客人 我把它弄到招呼300个客人 你这厨房就完蛋 第二要不就是 我这个大厨整个团队 火了嘛 我自己出去开 要不然给人拉了出去 对不对 要不然是怎么样 他说我这火了 我开分店 一开分店 他还是完蛋 所以我们都看到 过去十多二十年 我们目睹无数 传说中好吃的馆子 怎么样成为一个连锁集团 怎么样上市 然后最后完蛋 假如这种情况 在香港还有第四种情况 这是那个 你的店不是买的 是租的 然后那个房东 那个大地产集团 看你做的火嘛 这样你租金 对 合约到期了 涨两倍三倍 你做不下去了嘛 你就关门 但是香港 我觉得相比之下 在华人的美食之都 因为在香港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还都能吃得到 而且呢 算是不错了 你而且这个东西啊 你对于我们大陆人来讲啊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 这事需要有竞争 他有竞争啊 自然就会这个这个 想办法把它做的 这个更好吃 你像我们去那个台湾 我就觉得台湾的饮食业 他也是不断的要竞争啊 要要推出 像我们在宜兰 你知道吗 一个酒店 我跟你说你去吃 吃的烤鸭 我也算北京待过 我觉得北京烤鸭 要加把劲了 你一个 你传统是不是现在还能 那么守 原汁盐味守得住 再有一个人家的这个心琢磨出来的 台湾这个饮食业老爱琢磨 你知道我们吃的这种烤鸭 所以你说认真 到什么程度 那天我们设置组约好了 去拍片子 人家说你们说提前多长时间 结果我们到了那个饭店啊 呃 我们迟到了15分钟 迟到15分钟 人家就来跟我们道歉嘛 就说不好意思 你们能不能再等一个小时 说为什么 说因为15分钟啊 我们那个烤鸭那个火猴啊 已经过了15分钟 不是他最好吃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要对你们负责任呢 你们远到来吃的 所以要再等一个小时 于是我们就饿着肚子 等了一个小时 最后做好了 你知道 我觉得他那个就叫 我简单来说就叫一口香 你记得吗 对 其他部分先不说 他那个会挑出一个 是厨师帮你弄的一种寿司 挑出这么一块肉 弄上点这个 弄上点那个 然后说啊 加在个饭上 他教给你方法 不要细细叫 一口吞下去 对 哎呦 我这一口吞下去啊 你就觉得整个脑袋都是香的 你知道吗 这个香就是那个鱼香都蒙了 像高潮一样 像高潮 没错 吃出性高潮来 哎 这东西 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 对 精益求精 全是古精上脑 蛮老的 听不好 听不好 所以最近他有点性机饿 是不是 那我告诉你 一听舌家上的中国 你就想别的 因为我看到你啊 看到你看到 舌尖 你刚说那个 那个台湾啊 我看过一个报道 不晓得有多真多假 他说台湾的 现在经营的好的饭店 他背后的老板 十个里面有八个 有博士学位 或说他的第二代 去读完一个博士学位 回来替他父亲来经营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对自己经营的 这个15 有要求 就像你刚说嘛 迟到了15分钟 要等一个小时 他一定要达到最好 才行 我的意思是说 台湾到了一个阶段 前面的什么经济 政治斗争等等 过去了 他沉淀下来 每个人在自己专业领域里面 要求做到最好 所以我觉得跟他们背后的 整个社会发展的阶段 有关系 又跟香港不一样 是 可能我们的这个大陆社会 现在的这个现阶段 就是先把你胡弄 大陆社会现阶段是什么 我那天给你讲的是真是 北京那个餐馆吗 不是说一盘菜 吃出蛆来了吗 叫个经理来看看 有个蛆 拿拿拿拿 放在嘴里吃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中盛十年延续美丽传奇 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建议接受过敏 预知详情 请登陆凤凰网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形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全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其实家规也是开过餐馆的人 颤着不像 惨痛的经验 因为我是投资 我说过 大概2003年 跟几个朋友合伙 开了一家蒋家菜 蒋介石 因为有一位老太太 她生意失败了 那就出来赚钱 那我们说 你会煮啊 因为她从小 跟着蒋介石 宋美临长大了 她在他们家里 在他们家 对 懂得吃嘛 那煮 然后我们就开私房菜 这叫蒋家菜 那个主厨就姓蒋 蒋小姐 还真是 对还真是 然后呢 那个生意很好了 很火了 用你的说法很火了 排队三个月 全能吃到我们蒋家菜 我还想了口号嘛 我那时候说 我们在香港做得好 马上杀回台湾去 那个宣传口号叫做 国民党倒台 蒋家菜还在 很好啊 对 然后结果我先倒台 因为我开了半年之后 碰到非典 非典了 然后整个 前面不管你怎么火 你的做餐饮嘛 你一碰到两个月 没有生意 你就死了 因为承担很高 对 我那天我就说 在香港咱买不起房子嘛 我问他 我说在这个香港 到底什么时候房价 真的就是跌过 说便宜过 他们说就是非典的时候 是不是说香港房价 对 很便宜 那时候是最糟的时候 不过我想 加上那 我其实那时候 我记得 我还请过我的老师 我没帮你们去过 你们的 对 我们还去过一套 是做得不错 但我想 你真的要开好餐馆 用心很重要 你如果真的是因为说 我们很喜欢吃 我们开一个餐馆 那这种我觉得是 当然是最理想 但我们现在更常见的是什么呢 中国人开餐馆 主要是为了谋生嘛 这就是无可厚非 对不对 我觉得谋生 你开个小馆子 养活一家几口子 这很正常 但是我真的建议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可以开餐馆发财 餐馆这个生意 是很难做的生意 你如果想发大财 你其实还有很多途径 很多行业 赚得比它轻松 赚得比它快 开电视台 对 真的 像我们老板人 因为你如果要开餐馆 很难做 所以你开餐馆 你要不就是 想混几口饭吃 要不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真喜欢 所以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常看到一个情况 在中国 比如说一家人开饭馆 原来一开始是谋生的 开火了 做好了之后 他们的想法是 希望我儿子将来 无论如何别干这火 这火太苦了 说儿子给供他上大学 出国留学怎么样 因为注意到有些地方 他们跟我们反着来 比如说意大利 比如说法国 比如说日本这些国家 是餐馆开火了 儿子当然进厨房 而且得进成家业 为什么 这是个荣誉 他们就喜欢 出发点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中国很奇怪 我们那么爱吃 但其实我们很怕进厨房 中国原来也这样 就是世世代代 包括做手艺的人都这样 但是历史被劫持 对 突然间中国变化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喜事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 或者给你用 杨费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